大家吉祥 浅谈五心六道初门的分享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 就是五心中的抱怨回向 佛教的回向 是一种功德的总结 我们每做一件事 都会有一个总结 而这些总结 是离不开我们圆满生命 也离不开我们去爱护他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友情的慈悲精神 收集善念 善行 全清静的心 就有功德的资量 例如礼法 布施 禅坐 读经 抄经 放生等等 透过这些收集的功课 就能够积传慈悲与智慧的资量 适事实法中的恶读 就是坦读 以谦卑的态度 去沟通 去沟通 对话之间就会有信任 继继统 而去聆听 聆听 其实就是收集 忍达 忍辱的心 因为我们很多时 是喜欢表达意见 喜欢别人听自己的说话 但是 没有耐心 去聆听 别人的意见 一旦 没有耐心 聆听 对方 就会觉得 我们太主观 沟通 沟通 就会产生 一点的距离 遇上种种 慈悲心 是需要很专注的 透过这些 我们就会懂得 如何防疫 防疫 不只是 这次的疫情 也包括 我们每个人 身上 都有些 坏的习惯 而这些坏习惯 一旦处理不周 就会影响 我们心理的素质 因此 我们有 防疫的慈悲心 融作 防非止恶的念头 要做到 多利他痕 多暴施 多同行 同事 透过 遇上种种 我们便懂得 培养 善念 善恨 每做一件事 都为了 圆满生命 外护他人的生命 这个 这个就是 真 现实 欢迎大家 将今天的分享 转发给你们的 亲朋好友 更可以 重温之前 浅谈 五心 六道 初门的分享 祝福大家 平安无患 幸福 安稳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